亲爱的各位澳门居民 各位朋友 日月开新月 天地又一春 在这持久迎身 亲友团聚的温馨欢乐时刻 我仅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向全体澳门居民和一直以来 关心支持澳门发展的朋友们 拜烈祝大家新春吉祥 合家幸福 回首过去一年 澳门面对疫情持续反复 和经济下行的挑战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 特区政府有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发展工作 全体居民守望相助 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共同抵御了疫情的巨大冲击 稳步推进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的修改 完成博彩法律修订 和新一轮的博彩经营权的批级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取得阶段性的食肖 澳门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在此我紧向全体居民 以及社会各界表示 游冲的感谢 恒意不绝 未来可期 展望新的一年 疫情阴霾正在逐渐散去 国家已将新冠病毒感染 调整为越雷越管 澳门与内地实践人员往来正常化 新一轮博彩经营成批公司的 投资发展计划逐步落实 以及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实施 多重利好因素正在显然 必将为澳门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我们坚信 有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坚实保障 有伟大祖国支持和关怀 有社会各界和港大居民的团结奋斗 澳门一定会走出困境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特区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 二十大精神和习主席 重要讲话的指示 坚定信心 稳健施政 着力促进经济复苏 加快推动经济多元 扎实推进横琴深合区的建设 优化社会民生 深化公共行政改革 坚定不移 维护国家安全 切实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 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 实践的新局面 冬去春来 让我们怀着逾越的心情 迎接阳光明媚的春天 在春节期间 希望大家做好个人防护 过一个快乐健康平安的街节 特区政府将不断优化防控的措施 最大程度保护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与港大居民一道 齐心合力 实现经济复苏 社会全面复苏 我充心地祝愿澳门生机勃勃 百业兴和 真诚地向春节期间 还在继续工作和提供服务的 各级公务人员 或各行各业的人士 致以充心的感谢 向在澳工作生活及旅游的朋友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 最后 恭祝全澳居民健康平安 万事如意 恭喜 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